我德仔怎麼樣? 他怎麼樣?他沒事 你兒子的覆蓋中了槍 搶救了之後沒有生命危險 不過到現在還沒醒 我告訴你,什麼都不關德仔的事 所有的事都是我做的 趙大龍,那你是不是真的承認 三十年前元朗度假屋的女死者 馮曉靜和上個月 在元朗發現的女死者周曆菲 都是你所殺的? 為何這塊石油器會擺出來? 不然應該放在塑底裡 對,通常塑底都是空出來擺東西 你別討厭我,幫人阻礙他 他們該死的,不要殺死壞女人 壞女人也不是人 小孩子當然是壞的 是有樓,不是有樓 你,叫什麼趙大龍? 叫趙大松武哥吧 什麼都不會做,少得勝成 浪費我的米飯 我告訴你,如果不是有我 你和你爸爸聽做乞丐吧 什麼?看什麼看? 現在是不是連我這個汗武? 你怎麼都不行? 還沒? 我告訴你 如果我不是怕街坊街 你說這裡做汗武的,刻薄你 一早就跑到你上街了 沒鬼用… 越看你,你越來越行爭 癡住你這個臭老爸 沒用的…你沒鬼用的 三個你違反了,你沒鬼用 那些壞女人令死樣子比人 想不到我老婆也是這麼壞 枉我做三股熬到金睛火銀 所有的錢都給他,他都不滿足 還要發頭去找其他男人 你幹什麼? 幹嘛查白色紙禁油? 我喜歡,我男朋友喜歡 總之你越不喜歡,我越要做 你又怎麼吃東西不做 又做一件壞事 我生一個叉燒,我生你一個臭小子 我都不知道幹什麼鬼暗眼 嫁給你這個臭老爸 殺死你這個臭小子,拖手能腳 臭小子… 臭小子,沒鬼用… 殺死你,你別煩了 臭小子,始終你這個臭老爸 臭小子,你真是沒鬼用 沒鬼用… 准打我兒子 打他死賺人 下距 你走 我在這裡打他 打他怎麼樣? 臭小子,臭小子 打死你… 打… 你們臭小子,前對人,誤死也沒用 你們臭小子,前對人,誤死也沒用 你殺了你老婆,那麼多言利也沒人說 那個臭小子,吐老是人都知道的 我跟他說他跟老婆走了 他有沒有親戚朋友,就沒人問了 難怪有人出天價收購你家屋 你都不肯賣了 原來你怕被人發現,你做底藏屍 那你為什麼又要殺死馮曉正? 她也是臭小子 我兒子玩死關他什麼事 還沒罵我兒子 還要插白指甲,手指指 小子,你找死客人是不對的 你知不知道,你媽媽在哪裡? 臭小子,就要死? 爸爸很快會找到你了 那誰?我們Chi的食法沒有打火機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廚房好像有我的費用 謝謝 麻煩你等一等 你們太太好像叫你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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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看著她的死樣子,真是傻 好,沒來,又被我撞到另一個壞女人 要我替天行動 你幹嘛找蛇來嚇到小孩 小孩很容易被蛇咬傷的 你自己也很危險 不過被那壞女人毀了自殺吉祥 還被他走了 周亦菲呢?為什麼你要殺他? 他也是壞女人 才用什麼孫蘭卒 炒到我家裡問三問食 他懷疑我,我還不殺他 只要我老套捅他大腿 等他掉下,我就騎上他身 用刀戒他的臉,插他身後 插死他 Mandy 好,我再問你一次 周亦菲是不是你殺的? 是,我殺的 你說謊 周亦菲根本不是你殺的 你是誰? 周亦菲大腿上的刀箱 是由上至下傾斜插入 殺他的人很應該站在那裡 用刀由上至下才能做到 你是坐輪椅的 你只可以用刀用水平線角度插入 除非當時你是站在身上 不是,我刀他大腿的時候我是站在那裡 那麻煩你站在身上重演案情一次 你怎麼撐也撐不起來 因為當時你襲擊梁翠閑的時候 被他用燒烤叉 刀傷了腰椎骨L1和L2的位置 到時你以後下半身癱瘓 所以當時你根本就沒可能站在那裡 由上至下插周亦菲的大腿 也就是說殺周亦菲的人根本就不是你 趙大龍,周亦菲不是你殺的你為何有燃 你是不是要包庇什麼人 是不是要包庇你的兒子 說不關我兒子的事 周亦菲是我殺的 所有人都是我殺的 全部都是我殺的 迷得已經解開 趙大龍攬殺所有罪名上身 一定是為了包庇他躺在醫院的兒子 趙桂德 終於被你說了再一次 無論如何,也要等趙桂德醒回來 正式跟他立份口供才會知道真相 趙桂德醒來了 怎麼這樣?還沒替他下口供? 醫師說要遲些 不過我也未必問到什麼 為什麼? 趙桂德醒來後,醫生替他做了檢查 發現他原來是中度弱智 那是怎樣? 他智力有問題,不代表他殺不了人 就算他殺到人 但是要在時候幫死者換鞋和茶指甲 做這麼細微的工作 還有懂得在移走屍體之後 不留任何的痕跡 以趙桂德的智力未必做得到 那真是謎底還未解開 趙大龍要將殺死依佛對著明朗世上身 原因是什麼? 除非他在包庇另一個人 Youtube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隨時收看TVB最精彩的劇集和精華影片 喜歡這條影片的就記得給我們一個Like吧 分享給大家介紹 還記得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